歡迎大家來到泰山自煮 今天我要放假 因為平時我寫不同的食譜 煮了之後就拍片和大家分享 今天我想休息一天 就靠別人幫幫忙 今天靠誰呢? 我就靠這個Food Panda Food Panda有一個Panda Mart 它是一個24小時的網上超市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送菜食材可以選擇 現在它還有不同的送菜食譜 可以讓你按進去 用來自家煮飯 只要你上Food Panda的Panda Mart 選擇裡面的送菜有不同的食譜 你可以選擇 選中譬如可以吃麻婆豆腐 然後你選擇麻婆豆腐 最快10分鐘麻婆豆腐的材料 就會送到你家 非常之方便 即是說你下班的途中 可以選擇那晚想煮些什麼菜 然後你回到家 見到所有材料都在 然後你就很開心地自己煮一頓住家飯 哇!真的非常之方便 好!讓我想一下今晚煮些什麼 好快就送到來了 看看今晚我選擇了什麼煮來吃 有蔥 有薑 薑 還有一條本複窗 你看到整條本複窗是急凍了 其實這條本複窗在包裝之前已經處理好了 就是煮乾淨的了 即是說你解凍之後可以直接 剪開袋子 然後抹乾淨的水 就可以拿去蒸 OK? 當然如果你真的覺得 嗯…我還是過不了自己的一關 我想先洗一洗它 沒問題的 隨便你的 不過呢 其實別人告訴你已經洗乾淨了 就相信別人了 OK? 哈哈哈哈 除了方便之外 當然還有好處要告訴你 新客戶 如果打入這個 NEW40 NEW40 這個Promo Code 你就可以全單六折 還有這個額外的500元優惠券 但是現有客戶 不用擔心 你也有這個優惠 打入這個Promo Code 就是HomeCoke 你也去全單800折 亦都有這個500元的優惠券 所以說你是不是很方便 即是有人幫你買了菜 清洗了 然後回到家你只是煮的 對於日日要煮飯的人來說 已經是幫了你很多手 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棒? 立即開始了 其實你上這個Food Panda的Panda Mart 你買了些菜回來之後 它有個食譜可以讓你跟著一起做 或者如果你懂得煮的話 你當這個食譜是一個適合都可以 今天我就想教大家做一個蒸魚的豉油 當然你用普通的豉油都可以 或者甚至乎你自己去買一個蒸魚豉油都可以 不過自己做我又覺得好像很美味 好嗎? 我們先做一個豉油 我們有些東西要切切切切切 我們有些乾蔥和蒜頭 我們非常簡單地去切一下它 好 好 接著我們切些蔥段 我們切了這些白色的部分 綠色的部分 轉頭再切一下 好了 白色部分我們要分開兩份 一份是用來蒸魚 一份是用來做豉油 一份是用來煮豉油 先收到蒸魚的鮮 好了 接著我們做這個蒸魚豉油 材料就是有生抽、水、糖 以及我們剛剛切好的乾蔥、蒜頭 還有這個白色的蔥段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先去做豉油 好了 我用這個鍋去煮豉油 先把它燒熱 接著我們要加些油 然後先爆香些蔥段 接著我們就加一些乾蔥、蒜頭 好了 炒到這個乾蔥有少少半透明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這個生抽、水、和砂糖 哇 這個很夠味 很棒 好 接著我們就關小火 煮五至八分鐘 接著你可以關火 煮它在浸 入味 讓它完全攤冷為止 攤冷後 就可以把渣出來 這樣你就有你的蒸魚豉油 好了 現在就切些薑絲 首先把薑切片 然後就可以把它切絲 好一點 切好薑之後 我們就要攪拌蔥 好 這個就是剛才我們切剩下來的蔥 你呢 就要找一個叉 然後呢 我們就把蔥分開少少 OK 大概一閘 然後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我們要找一個叉 去刮蔥 你中間可能要動一下蔥 讓它可以讓你容易刮 好了 那我們刮蔥來做什麼呢 其實呢 聰明的你 都想到是用來放在魚的上面 這樣刮呢 你就會看到那些蔥 哇 很漂亮 但是呢 這樣也不可以的 我們要把刮好的蔥 放在冰水裡 浸一下它 將蔥浸到這個冰水裡 可以令它更加軟 還有呢 一陣子放在魚上面 再蘸些油上去 它是更加香的 記住這樣做 好了 搞定這切切剁剁的東西之後呢 如果你準備開餐的話 就可以拿一條魚出來 好 這條魚呢 已經是解凍了的了 我們呢 就開了 預備定一張廚房紙下 然後呢 我就拿它出來 然後呢 抹乾它 兩邊 那邊都抹一抹 好 抹乾了之後呢 我們找一個蒸的碟 然後拿回剛才我們的蔥段 這樣就放在這裡了 我的經驗呢 因為這些蔥段之下會拿出來 於是乎呢 我就會放得較為開一點 就是這樣的 然後呢 我就會放在蔥的上面 OK 為什麼會放得開一點 因為呢 一會兒呢 我可以就這樣把蔥拿出來 這樣就方便好多了 OK 好 然後呢 再撒薑絲在上面 這樣就視乎你有多喜歡吃 好 好 接著可以拿去蒸 好了 我們用鑊去蒸這條魚的 把水煮滾了之後呢 就可以拿下去蒸 大概呢 蒸6至7分鐘左右 這樣呢 條魚就準備好了 那你等著那個魚去蒸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把我們剛才浸軟了的蔥花呢 弄乾一點水 然後呢 那些魚一出來 那我們呢 就可以放蔥花啦 淋醬油啦 然後呢 就淋上一些熟油的 OK 來吧 哇 這麼快就已經夠時間 關火 好 開來看看 嘩 正 好 拿出來 然後呢 炸炸淋 拿走那些蔥先 嘩 嘩 所以呢 擺出一點點呢 是聰明做法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呢 就淋些汁上去 然後 放些蔥花上去 嘩 多漂亮 你看看那些蔥花 捲起來 很帥仔 然後 滾油 大功告成 吃得 吃得 魚當然要趁熱吃的啦 嘩 很棒啊 很開心 很爽 爽 先蘸醬汁 自己做這個醬汁 嗯 剛剛好 我喜歡 哈哈 很棒啊 喂 現在在這個Food Panda的Panda媽呢 你可以很快點叫送 那些材料送到你家 上去呢 你會看到很多不同的菜 給你選擇 非常之方便 快捷 還有些優惠的 如果你不記得有些什麼的話呢 去我這個Description box 裡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 清清楚楚 寫了出來的 OK 那麼記住呢 試一下 跟來買一下吧 因為呢 非常之方便 快捷的 OK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Facebook page 多謝大家 吃東西啦